中文字幕 李宗盛 當然我們現在就是朝遺反機械 就我們交部可以盤點的可用的預算先救急 希望能夠做到無控接軌 讓原先蘇貫2.0是四五六五三個月 能夠回溯從七八九的就來進行蘇貫的補助 這個特別條例中也允許遺反機械 所以我們會就最急的項目需要紓困的對象 然後來盤點資源盡快的能夠補助